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特别有意思 去了一次华人超市 其实平时很少去 突然发现 一个和普通美国社会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 我觉得有20%到25%的人 都戴着口罩 特别里面有一家银行 银行里面几个工作人员 全戴口罩 而且他们全封闭的 不是开口的柜台 它是封闭式的 全部是用有机玻璃 各开的跟外面 这让我非常 有点惊讶 因为我们早就不用口罩 到处不用口罩 你在外面 你在正常的地方 你是很难看见口罩 偶尔现在有个别人会待 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把这个问题要拿出来 你说别的国家人不怕死吗 或者美国人不怕死吗 不是那么回事 对吧 我觉得是 虽然我们这个民族并不是一个文化很低的一个民族 基本上都是受到教育 特别在美国没有 我相信是没有不识字的几乎 可是我觉得他的信息不对称 跟这个美国的正常的整个美国社会 都是有脱离的 脱离的现象非常严重 很多人在美国可能一辈子 他不会说几句云语 因为在这个华人的社区 特别像华人超市啊 华人有医生律师 反正警察什么航行业也都有 在华人的那些聚集的地方 基本上都可以完全不说任何一句 其他国家的语言 我说的是英语 英语是美国的第一大语言 第二大语言是西班牙语 信息不对称 为什么信息不对称呢 你想想 可能大部分人都为了生机奔波 我觉得赚钱生活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知识呢 对他们来说不太重要 我记得前些年 有些人在网络上宣传 说哎 这个中国人目前是看书 看得最少的 可能看视频 看短视频 或者是看 那个什么联系剧 是非常多的 因为我教很多人 那个怎么样学英语 其实连身边的人都学不进去 为什么 他是看电视联系剧的 我说你要学英语 你是彻底制造英语环境 虽然你周边有很多华人 有很多华人的环境 有很多很多很多华人的朋友 因为你不会说英语 所以你教的朋友就是华人 那么 如果你想学 你不想学 无所谓 对不对 人生嘛 每个人的生活 每个人的人生 都要自己为自己负责 别人很难为你负责 你去医院看病 医生给你一大堆感冒药 我说你不需要去看病 对不对 这个感冒药是广普抗菁素 它根本就是广普的 对吧 它不是针对你的病 然后你去看了病 回来也是三天感冒好了 或者五天感冒好了 你什么药也没吃 也是三天五天好了 你何苦浪费时间 经历那个 因为感冒的时候 你需要大量的休息 对不对 这只是举个例子 各种各样的 那么很多人 思想上很想学 说我要去学校 学校也不会帮助你 学好英语的 这个学校我一直说 只是花钱买纪律 强迫你去学 因为你一个人自己 懒懒散散散这个 忙这个事忙那个事 那么最终就学不到 所以一年一年很快过 结果还是不能开口 这是太可怜 因为你对你自己的生活 会不方便嘛 特别你将来要出去旅游啊 什么 你都要去靠别人 或者是要跟着旅行团 那么我觉得 华人为什么跟这个社会 是根科不离的 不路的 大部分啊 不是所有的人 这是比较多的人群 今天让我很震撼 实际上一般人都不会感觉了 我是很震撼 你现在不要说去超市 你就是去酒吧 去什么玩的地方 一大堆 我去年这个时间 就去了一个两三百人的酒吧 没有一个人戴口罩 然后这个信息呢 因为你不融入社会 你只忙着吃喝拉撒 只忙着这个 而且他没有 是主观意识没有去 要吸收知识 他是没知识 这是大家怎么说怎么做嘛 听大众的 然后忙着吃啊喝啊 赚钱啊 生活啊 其实动物都很忙 都是忙着在生活 对不对 我家狗狗就是 他也玩啊什么 对不对 吃啊什么 其实你信息不对称的时候 你才造成一个巨大的 不一样 很那个 我觉得这个东西 如果鲁迅活在这个地方 他也会大声骂了 我是不好意思 我是很温可的 希望每个人多一点知识 多一点独立思考 多一点 多一点 那个自我去分析一下 因为信息 有不一样的信息 主流媒体是这么说的 事实上 网络上是那么说的 个别人是这么说的 或者是 有的人是这么说的 那个 不管人怎么说 不管我怎么说 或者他怎么说 你要独立思考 你去吸收了信息 但是其实表面上看 吸收这个信息 是跟你现实生活中 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去上班 我下班 我赚钱 我买菜 我烧饭 我生活 我要那么多支持干嘛 是 表面上看是这样 其实你仔细在思考 你走的 人生这么多的 那个慕名其妙的事情 打个比方 大家都打了很多的疫苗 对不对 那现在你再去看看 这个全世界 因为 不是因为感染 而是疫苗 弄死了多少人 为什么要打疫苗 疫苗是什么东西 我们都不清楚 疫苗的成分是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那四季是什么 这所谓的 测那个阳性 阴性的 你明白它是什么东西 我前面都有视频说过 我们根本不知道 是这个测试机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你阳性就阳性 阴性就阴性了 阳性是代表什么呢 这都是你需要了解的 因为你可能 真的没知识 不小心就送了命 如果你真的知道 要送命的话 你可能才急 哦 我光吃喝不行 吃喝拉撒是不够的 因为为什么我们是人 人类需要知识 可是人跟人之间 有很多为了利益去忽悠 他不是那么诚实的 不管政府还是 这两天我们看股市就看出来 他不是那么诚实 很多是有利益的 你是闪户的话 你是搞不过他的 所以我不会去做短炒 不管你说期货还是 现货还是怎么样短炒 这是太危险 因为他们都在给你虚假的信息 或者给你 他需要给你的信息 来忽悠你 所以散户永远 基本上都是智慧的 像巴菲特 巴菲特他不是散户 他得到的信息 跟他买的股票 都不是你想象的 你以为这个十块钱的股票 巴菲特也是十块买来的 开玩笑呢 你再去研究研究 你以为十块钱 他也花十块 你真是脑子进水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我一再 我收了那么多视频 各种各样 其实都在给大家 去分享一些知识 这个知识不是说 你听了我的 就是我对的 我不一定对 但是我再三强调 你要独立思考 你的人生要自己为自己负责 没人为你负责 没办法的 对不对 那他不忽悠你 都已经很好了 谁为你负责 所以 希望大家 那个 多去 有时间思考 而不是 仅仅思考 我应该去买什么菜 或者说我应该怎么样赚钱 一定要留出更多的时间 有的时候思考是一种习惯 包括昨天 最近都有 经常有人 这个郁闷 那个郁闷 对吧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首先你没有 当你没有爱好 没有业余爱好 我们所谓的业余爱好 就除了你跟赚钱 跟生活有关的 其他的爱好 当你没有爱好的时候 我也不想说得太不好听 就是 那是不行的 你肯定会觉得无聊 孤独 这个 那个 各种各样的 因为这些抑郁症 那些抑郁症 都是发达社会产生的 因为他吃饱了 结果呢 就是他也没爱好 他没有 缺乏很多东西 这是很 很有问题的 包括抑郁症嘛 我有专门 有说过抑郁症 怎么样 抑郁症是什么情况 对吧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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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 美国上市的 最重要的那些药 他的第一副作用是自杀 这些 所以 你光去看医生 听医生 医生只是就是 认识的去 根据他学校学的东西 123456 就像你去问律师 我是不是应该打这个官司 你只要是有钱人 他绝对忽悠你去打 你是穷人 他说你对不起 没办法 这医生 那没关系 你去看他 他都欢迎了 你是他的客户 别忘了 他花了这么多年的 念书 他还是为了赚钱 他要生活 所以呢 这个呢 你如果自己 不去仔细思考 去理解任何 你生活中的事情 跟各种各样周边的 那我就觉得很无语 我们今天 人类在非受的发展 进步 可是我们看不到 很多人 其实 现在的 那个 社会让你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愚蠢 OK 这只是社会 大家比方 现在有 Chuck GTP 对吧 那个非常非常厉害的 人工智能 他可以回答你任何问题 他比你的老师还要老师 比你的老师厉害很多 那我们现在有GPS 对吧 开车 15个地址就找到了 以前 你得在上地图 花时间做功课 要不然那些小街小巷 你找不到 或者是你还需要语言 你在任何一个国家 你在波兰 你在 你在卢春堡 你在 你在西欧都会说英语 你在东欧的话 当然你在法国 你在意大利 都会有问题 如果你语言不通 那时候还没有 那个什么 我们随便输入一个地址 GTP 那个就给你领去了 你都要有能力 自己去弄 所以现在是 虽然是社会给你 越来越简单化了 可是不等于你可以不用脑 你的大脑不用废弃 因为如果你想做动物 我是不反对对对对 动物也吃喝拉撒 也不用动大脑筋 赚点钱来 买点菜做做饭 看看联系剧 那个欣赏欣赏 这个那个无所谓 随便看看 那个玩玩那个 那个什么 快捷的抖音也罢 那个TikTok也罢 那个 如果你觉得很幸福 那OK 只是 有的时候 可能你的很幸福的 会埋藏了很大的危机 因为一旦 像要打疫苗了 一旦有这个问题了 那个问题了 你到底要打还是不打 你完全不知道 你只能听政府的 只能听媒体的 OK 好 跟大家随便聊 我是希望 每个人都有更进一步的去 更多的时间去 理解更多的知识 好 拜拜 谢谢 希望你点赞 拜拜 拜拜